也许你们回去可以想想看 这边的资料也许可以把它分割 从这边分割过来 然后你也可以 可不可以再把它合并在一起 也许你将来也可能有 就是四栏要再把它转为单栏 或者转为两栏 或者转为一三栏或二四栏 可不可以可能 那比如说其中 怎么样转为单栏 这边可以看到 也就是我今天假设 我要把它转回去 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直往下就对了 那你可以用index 也可以用indirect 或者offset 反正方法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我这边第一个方法 用什么 用index 不过难度 一定是比较难的 那里面的话 大概提示一下 因为你可能要思考几个点 index 你的来源一定在这边 第二个是你要哪一列 那一定是这一列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所以呢基本上它一定是 先抓列 1111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哪一栏 123 1234 1234 1234 所以如果你要跑出这样的结果的话 你可能可以在旁边先做什么 如何让这边1111 然后呢再变2222 3333 所以你可以这样了 可以把它拆开来看 我之前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 我这边是用一个int 加上ro 去搭配出来的一个结果 往下填满的话 就会刚好是什么 1111 2222 那你需要的蓝是什么呢 蓝的部分需要变1234 1234 1234 一直帮我往下1234 那我可以用什么 这边可能比较难的就是 我们可以用求余数的一个函数 叫MOD 这个MOD跟中华电信没关系 现在名称一样 可以是一样的名称 但是他要求的是余数 也就是说他除以4之后余多少 不过搭配之后往下填满 这个时候就1234 所以刚好11就刚好抓到什么 抓到来源的这个 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这样看 这样会比较清楚 有没有 所以分阶段看 这个地方是抓到列 然后呢都会重复几十四次 有没有 第一列的四个都是1 后面的话是蓝 然后你再把它跟你的index连接在一起 答案就出来了 不过有些同学已经在摇头了 但是这个只是给各位思考题啦 太多因为工作上面 你刚好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你还是非得要把它做出来 不然你就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慢慢在里面 Ctrl C Ctrl V 好那这边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了两个方法 那我这边列如果全部都要一样的话 一个很简单的关系是除以4外面包一个INT 那个INT指的就是说 它如果有小数点一律去掉 也就是说 有没有 如果你原来列号 假设是 因为我们从第二列开始 原来的位置的列号是第二列 减掉1就第一列 我在第一列的时候有没有 如果除以4的时候 除以4那刚好就是 变0.25 只有我先讲过来 有小数点的话一律去掉 所以只有到它的那那个列号是这个这个 只有到多少呢 除以4要就是变5 5之后的话才会进位 所以这边的话往下填满 你现在的列 现在的列是1嘛 2 3 4 到这边呢 因为减掉1之后 它变成就0 1 2 3 4的话呢 刚好4除以4 刚好就1嘛 4除以4刚好1 那1不就是再加1变2了 然后再往下 一直到第8列 刚好就是又进位了 有没有 所以利用这个方法 可以帮我产生列号 这第一个啦 第二个如何产生1 2 3 4 这个地方的话 我用MOD MOD就是求鱼术 那求鱼术什么意思 就是说呢 你除以多少余多少 比如说我今天除以4 假如说我现在列是2嘛 2减1 就是1除以4余多少 1除以4余多少 余1嘛 那2除以4余多少 余数哦 这个应该小学的问题吧 余数哦 不要把它想太复杂 余2除以4的话 就是余余2嘛 3除以4还是余3 所以1 2 3 当4除以4余多少 余0嘛 就是整除了 整除了就是余数就没有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啦 假设我现在在第一列 1减掉1 就0嘛 0 0除以4余多少余0嘛 加1不就1了 那刚好 再来就是 第二列2减1 就1嘛 1除以4 就是 再加1不就2 3 4 所以这个地方 1 2 3 4 往下 1 2 3 4 1 2 3 4 这样的话呢 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啦 这个也是关键 如果你可以把这两个东西 变出来的话 无论你是用index 还是用indirect 还是用offset 其实都可以变出来 就跟刚刚那个column column跟raw 那个公司可以做出来的话 那就ok 所以以后呢 把它分出去就是column跟raw 那把它合在一起呢 前面的列你可以透过这个int 后面这个lan你可以透过mod ok 这个部分的话给各位思考 因为再讲下去就没完没了 也可以分成单栏 也可以分成两栏 也可以分成你要的那几栏 ok 那这很多变化了 那这处理资料 其实跟资料困有关系啦 以后反正你取取资料 大概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好 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最后的参考答案的话 也许我可以再把它贴到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后面呢 下个礼拜 我们要继续看那个 在云端上我还有摆其他的范例 除了说刚刚有提到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范例之外 在云端上还有那个 除了人事资料 还有像班级查询资料 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 像合并资料 合并三个工三个以上 就是多个工作表 那合并工作表 以前可能用VBA来完成 不过合并工作表 如果你不用VBA的话 有没有办法合并 当然可以 怎么做 我们顺便讲一下 合并工作表 或者是分割工作表 分割工作表 如果要用VBA 用那个一般函数 可能会有问题 OK啦 今天的话我想 就先讲到这 剩下那个题目 有些还没讲完 因为你回去可以再试一看 多蓝转单蓝 多蓝转多蓝 或者多蓝转你要的那几蓝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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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